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眼全国 硝烟弥漫 举目思报 唯有大连是难得的安全之所 是啊 共产党还真把大连当成天堂了 竟然要在这里印刷共产党圈颜和毛泽东选集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不就几本书吗 你怎么和大连一样都如恋大敌了 一个幽灵 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这是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 大姐可不能小看这个幽灵 不能大义啊 你读过共产党宣言 很多人读过 孙中山先生 宋教仁先生也读过 孙先生在旅军伦敦的时候 敦促留学生要研究共产党宣言 孙中山先生在他过去写的文章里 也引用和摘录过共产党宣言的内容 看来这几年我忽视学习了 大姐谦虚了 其实大姐比我更了解共产党 他们很会鼓动 共产党宣言里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就赢得了民心 结果呢 是沙皇倒台 列宁上台 这在全世界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 当初他们在南昌造反失败 毛泽东喊出的口号是什么 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从此开始武装格局 战山为王 当他们要发展武装的时候 不像果难抓壮兵 发军响 而是高喊打土豪 分天地 一下子就抓住了农民的心理 让所有的农民都跟着他们走了 抗战初期 当全国上下一片悲观的时候 他在《论持久战》里提出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下子就预言了小鬼子必败 抗战中期他们没吃没穿没喝 都快要饿死的时候 喊出的口号是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居然能够自给自足化险为夷 眼瞅着抗战就要胜利了 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提出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建设新中国 现在想起来 这哪是些口号啊 分明就是战略预言 我们要是不听毛泽东的言 不读毛泽东的书 将来还是要吃大亏 还是得打败仗 很好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小方啊 我一直都没有看错你 大姐 可不能小小了这些口号 更不能小小了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文章 一旦他们把话说到老百姓的心坎里 后果就严重了 所以大姨指示 一定要想方设法 把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文章 化为灰烬 好 来来来 别喝了 好 来 把菜摘一摘 好 你疯了吧 六伟 你这是个哈哈的 你干啥呀 装啊 何大侠瞧不起我 万春你这是瞧不起我 你说你喝醋 就论少是胖 你也瞧不起我啊 你刘悠悦呀 我嫂看不惯你了 你别以为你喝完二两码尿 就不知道自己信信不得了啊 我姓刘 你说谁喝码尿了 你就喝码尿了 你就喝码尿了 你站住 喝码尿了一位 我弄死你个死吧 我弄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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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开 你干什么呢你 大叔我喝码尿 干什么你 把这收拾起来快点 你干什么玩儿啊 还有你 这大白天的不干活儿 你在喝什么酒 我回家去 回去 我没家 我也没姐 要回哪里呀 你这话说的 那我不是你姐啊 唐小霞 你要是我姐 你会让手瓶跟我一块儿 追万春天吗 唉 就为这么一点小事 就喝成这样啊 你觉得小是吧 那行 来 那这样 你跟我说说 这事咋行 啊 下来 我说完我就下 我就想问问你 我刘小霞 我刘小霞 哪点儿不如高小平 咱就说要念书 我念书 就像喝酒一样 别蹲了 蹲什么呀 蹲的 下来 高小平呢 你就是掐他脖子 往肚子里灌 他都不喝 都往外翻 你先给我撒 你给我把桌子做翻了 我下来 那你俩确实不一样 那手瓶 手瓶人家还革命呢 他革命我也革命啊 是 咱在这个 饭店里做饭 你以为真做饭呀 咱这也是革命 是不是啊 你别忽悠我 其实我全都明白 你呀 也别想忽悠我 真的 我现在看明白了 凡是拿笔杆子的人 都不如 拿笔杆子的人腰硬 对不 所以我决定了 以后 我们也拿笔杆子 谁再借我 我们一家崩了你 你快下来吧你 你疯了你 行了行了 回家去啊 走走走回家 回家回家 回去回去回去 你先坐这儿 你先坐这儿 你先听我我跟你说 哎呦天哪 我其实知道你瞧不起我 但是高大侠呢 你也不咋逼 你不就是 拿着那个炸弹 把小鬼那飞机给炸了 哎 你说你要是没那炸药 你咋炸呀 对啊 因为没有炸药 你就做不了炸弹 你你你知道炸 炸药是怎么弄的吗 哎呀我我我不知道 哎这样你要回去再跟我讲 行不 我现在给你讲 炸药啊是诺贝尔发明的 诺贝尔跟我差不多 我是刘友维尔 也是专门研究炸药的 没有炸药炸不成啊 行行行 你能你能 你可能了 咱回去吧行不行啊 咱回去吧 你回去吧 哎呀 我跟你说 我现在想我爹了 没人挂我 想我爹了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松开 我想我爹 我想革命 我想革命 我不想为你操太转 革命 不光要有不怕死的精神 还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 这次中央选择在大连印刷 共产党宣言 和毛泽东选机 正式就在提醒我们 任何时候 都不能忘记学习 毛主席说过 少年学问寡成 撞碎事工难力 意思是说啊 学问是革命的后劫 一定要重视学习 我们那会儿 在苏联留学的时候 先生就告诫我们 一天不学习问题多 两天不学习走下坡 三天不学习 你就要觉得自己没法活了 谁没法活了 进屋里敲门 你怎么又随随便便进公安局啊 肯定又是万叔把他放进来的 回头我得好好说说他 长本事了是吧 万叔都敢说 大姐啊 有事啊 坐下说 怎么样 好点吗 别管我的事 别管我的事 我今天就是为了友为来的 友为怎么了 你刚才不是催手评学习吗 手评要学 我也要学 你也要学 每一个革命同志都要学 毛主席说过 学识是无穷尽的 要活得老学得老 现在学 那属于临上教现包教啊 人家友为的教啊早都包好了 我觉得就应该让他先上教 友为不是在文公团食堂吗 那个地方整天烟熏火燎的 能干啥呀 我是想着 让你给他找一个别的营生 让他也干革命走正道 而且友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有这个想法当然好 现在到处都在打仗 可以吧 你不会要让他去 去前线吧 最能淬炼一个人的是战火 最能熏陶一个人的是硝烟 像友为这样追求进步的年轻人 正是应该接受战火和萧燕的洗礼啊 就他那什么板 能打啥仗啊 而且 曼丽姐走了以后 他们留家 就留为一个赌面 我这也不好意思真的把他 就他那样 一天到晚点儿当当的 不是好吃就是懒做 就算上了战场也是个辣 你不能这么说友为 那家再怎么样也是你的哥 我实话实说 你有什么资格说友为 人家念过书 还开过泡上铺呢 照这么说啊 让友为在文公团食堂 确实有些趣才了 他家开过鞭炮厂 也算站个边儿 我觉得剑星公司 有他的用武之地 这剑星公司可是冰工厂啊 他去和室嘛 再说了 他姐以前和杨欢 他姐咋啦 你咋不说他姐 是咱哥高手泰的老婆 是你高手 陪我高大学的嫂子呢 傅小庄 你刚才可是说 有为在食堂取材了啊 我考虑 让他的材料车间 当一个配料员 也算是人尽其材了 那我替他谢谢你了 那我替他谢谢你了 去去去去去去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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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丢了清姓姓名 你就吓唬我吧 这不是吓唬你 这是爸淘心窝的话 雅儿 这个世界上 任何人都可能骗你 包括你的子女 唯一不能骗你的 就是你的父母 爸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那你想听什么 我想听你说一些咱们家的事 咱家什么事 我需要向组织汇报思想 需要了解咱们家的过往 耗了半天 我口干舌燥 白说了 大小姐 我看看你爸回来了没 我跟他一起回来的 大小姐 你坐 不是 干啥 我想请你给我讲讲 我能讲啥 我可约不出来东西 我想请你给我讲讲 怎么样写入档申请书 这个呀 这个入档 不过你这家庭条件 你应该不允许吧 不行 算了 怎么不行 追求进步是每个有志青年的权利 你说得对 但是哈 想加入党组织 就得说实话 这一点我保证 有一说一 尤其是家庭背景部分 必须要写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比如说你爸爸的历史 他是干什么的 干过什么 这个可不能做任何隐瞒 党组织是要调查的 万一查出来你在撒谎 那这辈子 您都别想入档了 行 你自个儿写着看吧 非一二姐说 她要写入档申请书 我也想写 你能帮我吗 这入档不是攀比的事啊 要发自内心 想入档就是我发自内心的事情 以前吧 我总觉得自己没有革命的底气 现在想想 非燕姐都要入了 我也不能落后 如果你真要入档 一定比非二姐强 为啥 你想啊 非二姐她爸干吗呢 她爸原来是在关东周 听给日本人做事的 可万叔呢 万叔是个老革命啊 你以后就是革命家庭的后代 大佳姐 对啊 写好了 这么快啊 你帮我看看 不是 我 我也不识字 还是你给我念念吧 也行 尊敬的党组织 我叫袁飞燕 是文工团的演员 我自愿加入 停一下 你是文工团演员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你说点那个组织上不太清楚的 比如说你的家庭出身 下面就是了 在组织面前 我愿意做一个透明人 我的父亲叫方若渝 以前虽然在关东周厅警察部任职 但是他从没有干过任何一件 伤天害理的事情 相反他利用自己的职务质变 保护了我党同志 停一下 任飞燕 你没说实话呀 我这可说的都是实话 大佳姐 你既然要入党 就得实事求是 你这个 说得不对 飞燕 相召睡觉 你来得正好 刚好啊 你给飞燕好好地讲一讲 让他听一听 你这些年是怎么潜伏下来 当国民党特务的 飞燕 相召睡觉 飞燕 飞燕 你可得经得起考验呀 爸 还没睡啊 我现在睡不着 你先睡吧 我听会儿戏匣子 那个 我写了封入党申请 您是老革命了 您帮我看看呗 爸 我给你念念 入党申请书 敬爱的党组织 别念了 我不同意 为什么 你离党的要求啊 差得太远 不是一心半点 那就是因为我差得远 我才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专妮啊 你现在要做的呀 不是靠拢 是要想方设法地把电车给开好 可我要是不靠拢 组织又怎么知道我哪儿进步了 爸 您是老革命 你应该带着我一块儿进步 这可不行 这可不行 高大霞说不行 是说我写得太简单了 你说不行 是说我不能写太多咱们家的过往 我说不行 是我认为你没有必要去凑入党这个热闹 爸 我这是追求政治进步 怎么能说是凑热闹呢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现在的高处 是共产党组织 高处 高处 高处有什么好 苏氏早就说了 高处不胜寒 杜甫还说过呢 会当临绝顶 义赖众山小 姐 你这稀饭也太稀了 来来给你 你先喝 我跟你说 这我都不用扒了 都能瞅出多少根米粒来 不是 你刚才也说了这是稀饭 那稀饭本来就数出米粒就对了 给你 那你吃干饭得了 你说你咋这么抠的 那钱留着干啥 以后还得长毛 过个日子呀 吃不穷穿不穷 打算不到一世穷 哼 那你和守瓶不得取媳妇呀 不得给你们攒着 喂 妈呀 走了 我是八字还没一瓶呢 你是替守瓶打算的吗 没良心哈 你说这话就太没良心了 你和守瓶 一个守心 一个守背 我对你俩都一样 还有的 你也得有 姐 有你这一话 我心里就不发慌了 你看看能不能先从你这儿给我预制点娶媳妇前面 啥 还要钱呀 不是前两天给过你吗 你这首份咋那么大呢 我这不要马上到建新公司上班了吗 到了新公司 咋得有点革命星迹象啊 革命星迹象是穿出来的呀 那得是干出来的呀 人是一无马是安 我不得整精神点啊 不然给你丢脸啊 你给我拿点钱 我把头袋烫一下 还烫啊 这就够卷的了 那都烫秃了 还烫 行了 吃饭吧 吃完饭 我给你拿 姐 这排骨包子太好吃了 好吃就多吃点 虽说你早过了长个人的年龄 但是 也可以长长新眼 有新眼 姐 今天有事吗 怎么了 我想去小虎公园转转 跟大令 好吧 人家大令想吃什么 你就给他多买 别那么太扣门啊 姐 老师对我这么好 姐这心哪 就是善 还不到开门的时候 懂着吧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开门去 开家 你 你 你不会不认识我了吧 我叫刘友维 你忘了你还给我买了一条围巾哪 对对对对对对 你是文工团饭店的 大侠 大侠他弟 对 是我 大侠姐的技术才不找那个招政 闭嘴 那你烦人哪 总爱说实话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来事 啥意思都不要紧 我是到建新公司上班了 想来这儿置实行的 好啊 置行的 你们这儿不卖什么过碗瓢泼的 你撕不撕标啊 我刚说了我来这儿置行头 我告诉你 我要到建新公司上班了 那可是军工厂 你爸说你不够资格 他说想加入组织 必须冲锋在前 还说什么 入党要经历生死考验 大侠姐 你说我一个开电车的 我能往哪儿冲啊 再说我也不能冲啊 这开车最重要的头等大事 就是安全稳的 你爸那是强词多礼 他也是老革命了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觉悟太差了 我待会儿要早点下车 我去跟他说说 不去物资公司了 我公安去内战厦 大侠姐 你跟我爸好好说说 可别把他惹起眼了 太感恩他 半德福 你怎么还对春妮追求进步 横三阻四的呀 我就是觉得 他离党的要求还差老远 差得远你可以追可以撵啊 你这么做 你往轻里说 你这是拖春妮的后腿 你往重里说 就让我们的革命没有接班人 你 你没安好心 大侠 你这帽子扣得太重 我脖子都快被压断了 我这压断里也是自己找的 行行行 我自找的 行了吧 我对自己的亲闺女严格点 你看你还急眼了 是 她不仅是你的亲闺女 那她还是我的弟媳妇呢 亲弟媳妇 那我呢 你 你是高守平的老丈人 是我生死之交的革命战友 你记住了 就没点别的了 我说你个外毛驴子 都这么久了 你咋 你咋还不死心呢 我高大侠能有多好啊 非得让你这样 行 就算我是亲闺女儿 那你要再这么纠缠下去 我就找不着我的董勇了 我就是董勇啊 就你还董勇 你爹快离开场 来 看吧 看吧 你说说真心话来了 没没没 你就是嫌我全 没有她傅家装 年轻漂亮有文化 你真心话 你要这么想也可以啊 那就算是 我想找那个年轻的 小伙子不行啊 不差哪儿了我 大侠 我知道你喜欢傅家装 但是你也不想一想 踏实文段子里 两眼一抹黑 连两人搅到一会儿去 是 我们俩的差距是大了点 但是我高大侠 爱学习求进步 他傅家装愿意伸手拉我一把 不像某些同志 尽给自个儿的闺女的绊脚尸 我告诉你 你要再给春英尔长道 我们连革命战友都不适了 好好好 真好 是吧 玉树临风 风流倜傥啊 太合适了 咋的 不好看啊 好看 好看哪 我说他呢 你看他那表情 他 他胃疼 疼得是不是挺厉害啊 胃疼 你摁的那是膀胱 去撒泼尿去 我没有 去了不就有了吗 带劲 人长得带劲 穿什么都带劲 那一位 你刚才说 要去建新公司上班 干什么呀 当配料员 哎哟 这可不是一般人干的活啊 那是啊 姐 当初我们家是开篇炮厂的 要不是小鬼子管控火药 我们家那篇炮厂也不至于倒闭了 我就更不至于 被逼到文工团食堂 去当跑堂呢 哎呀 现在不一样了 建新公司成立了 把许多小鬼子留下来的 化工企业 钢铁企业 给合并了 姐 撒谎儿啊 像我这种懂炸药的人才 共产党打着东西都找不着 可不是吗 尤为啊 往后 你的前途可是不可限量啊 哎呀 坐着看吧 尤为 你真是好眼力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正宗的润饰货 妈呀 那老贵了吧 什么贵不贵 看好你就带着 真是一表人才 提神提气 一瞅就是大干部 是不赖呀 这 不太合适吧 就凭我和大侠这份交情 还说什么合适不合适 待着吧 哎 你上班了 也算是我这个做大姐的 一份心意 哎 大侠不容易啊 一个人忙里忙外 还要管着你和守平的 吃喝拉撒 我一直都想帮他一把 可大侠要强 一直都不让 这不 你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嘛 尤为 这件事情 你千万不能跟大侠说呀 他要是知道了 你这块手描 我明白 这 就是有点不太好 有什么好不好的 刚才大姐都说了 是我的一片细腻 收响 谢谢大姐 嗯 嗯 哎 哎 哎呦大令来了 你可来了 哎呀前两天呐 我这儿劲了两个头花 那小桃花可好看了 来 你过来看看啊 你看看啊 这两个哪个好看呢 有为 你帮看看这两个 哪个好看 有为 你也看看 你 你这两个戴着都好看 大令 我还以为你不在呢 京西 你陪有为先生看看 大令 前两天你跟我说那个睡衣来了 咱们进屋试试呗 这么快就到了 有为 你看看啊 你都不知道那个睡衣有多好 还用手一摸 滑溜溜的 看什么看呢 眼周都快掉出来了 爱不爱你似 你怎么办啊 大令 我查过你的档案 民国三十年 你应该在浙江寿过去 是 我当时是在 浙江徐州市二十八读证 确切地说 应该是在 军统局中校处长江首的住宅中 没想到 大姐知道这次培训 这是军统历史上第一次 针对女叠报人员进行的专业培训 大姐 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来啊 有时候 嚼嚼这些 沉芝麻烂骨子 也能嚼出些滋味来 你摸摸 这个质地好吗 好 大令 你在这期培训班的格斗功课 应该是优秀吧 是 除了潜伏 格斗 刺杀 化妆 窃听 你们还应该有一门功课 我记得是 利用性别的勇士 大姐 有什么话 直说吧 不买走人 我不用买 瞅就呗 都已经戴上了 这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了 还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我心里想什么了 想 除了俩的事 现在有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你 外面那个人叫刘有为 马上就要到 建新公司上班 那是共产党的军工厂 你是让我勾引刘有为 这怎么能叫勾引呢 这是工作 当初带老板不是专门陪训你们去做工作太太吗 现在是考试的时候了 我 哎 这刘有为不错啊 年轻 长得也算喜庆 还当过鞭炮厂的大经理 你要是能把他发展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志 也算是立了大功 你说的这些 精细知道吗 他知不知道怎么了 我跟你讲 再好的衣服也分穿在谁身上 就你这身材 穿上了 大上海红的发子的电影明星都比不上 拿一箱罐头 精细 算你有福了啊 本来大令小姐订了一箱罐头 我还想让你帮着送回去呢 正好有为顺路 有为 能帮个忙吗 我这店里忙 精细又走不开 我 有为 能帮个忙 把大令小姐送回去吗 能吗 我有时间 那个 大令小姐 我送你回去 把那袋子给我 有为 我跟你讲 以后有时间 一定要过来 需要什么 看好什么 一定来 这身衣服穿得太精神了 谢谢姐 好 慢走啊 大令今天来得太是时候了 好吗 叫事 姐 你欺负人 小龙莲儿 开机 可爱 我看你跟马掌柜他们家那伙计 好像挺熟啊 我常去洋行买东西 觉得 觉得他挺有意思的 他还有意思吗 你脑子有问题 人家那尺寸 对对对 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但这小子吧 有点迟钝 有点傻 我听说 你要到建兴公司上班了 马掌柜跟你说的吗 我跟你说 这事你可不能乱讲 还保密 那是军工厂 你可真了不起 其实我了不起的地方 还是挺多的 看你那点出息 大令和刘友维 贼不过是逢场作戏 姐保证 大令早晚是你的 是撒谎 姐撒过谎吗 你看看 这是姐抽空 给你和大令 一针一线地勾出来的 你这是打一巴掌 给一个田枣 一个田枣能换两个围帽啊 这熊样吧 还长精神头了 不过长歪了啊 该看出来的你没看出来 看出什么了 看出什么了 都找一个呀 这就对了 这叫什么 情侣围帽 等你和大令结婚的时候 就带上这个情侣围帽 和刘友维 不是跟你说了吗 大令那是逢场作戏 要不我不把这情侣围帽 送给刘友维了吗 你个熊样吧 说好了 要不是姐督促着 那天晚上 大令能答应陪着你 你可倒好 肉到嘴边你给吐出来 这愿解吗 我也想吃 可我觉得 好东西就得好时候吃 那是你不饿 我 慢点啊 咋了 眼 眼睛咋了 迷着了 那怎么办啊 你帮我吹一吹 好点没有 再吹几下 我 哎呀 快点呐 难受 好 好 好点了吗 嗯 这儿 哦 嗯 那 现在怎么样 嗯 嗯 请进 方科长 孙经理 告诉你个好消息 中央在大连哪 印刷了一批毛泽东选集 还有共产党选业 是不是个好事啊 好事 好事 承蒙领导的谢呐 就把这套书啊 还有这一批啊 都放在咱们仓库 你是保卫科长啊 这是个大事 你千万千万 可不能出现差错呀 孙经理放心 保证万无一失 牛你猜我当然放心 你就说上回那个爆炸 你上外地采购粮食去了 你要是在家 那个特务肯定遵不了这个空 哎呀 孙经理 你够看我了 我哪是够看你啊 我更倚重你 既然孙经理这么说 那我得 可可可干什么 你怎么还上手了你这是 我跟你讲啊 就为了这套书啊 我是厚着脸皮 在副处长那磨了半天 才弄我这么一套 不不不 不是 我不是药 是借 好东西嘛 你不能独吞 得分享 是不是啊 那么 我就先借给你看 看完课得还给我啊 一定一定